细思极恐,一幅画里竟暗藏了纳拉氏死亡的真相 这幅画讲的是乾隆时期在木兰围场举行的一场盛大宴会 其间有四项运动,所以名为叫赛燕四仕途 虽然这画看上去平平无奇,但却隐藏着一个惊天秘密 神秘的断发机构纳拉氏真的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吗? 这幅画的最中央就是乾隆皇帝本人 除此之外,左下角有妃子裙巷 离奇的是,妃子裙巷里竟然有人有两条美貌 按理说,宫中的画师是不可能出现这种错误的 唯一的可能就是这幅画的人脸被后期修改过 经过时间的推移,原本画像的人物从下面透了出来 这很难不让人怀疑,画中被修改过的女子是被乾隆删去痕迹的纳拉氏 都知道乾隆皇帝特别喜欢江南景色 在位期间多次去江南巡游 乾隆三十年,乾隆第四次下江南 来回的路上都平安无事,可就在2月18日 当时的皇后纳拉氏却突然断发 皇上与臣妾曾经结发为夫妻 如今臣妾断发为妻 给去了的亲命和后离 这一事让皇上龙颜大怒 毕竟在古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女子断发象征着父母离去或丈夫去世 亲人活着却断发则是一种大不敬的行为 纳拉氏那么做不就是在诅咒乾隆死了吗 所以愤怒的乾隆当天就下令让人把纳拉氏送回宫里 谁都不许见,变相的把纳拉氏禁足 虽然真实的历史细节我们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 季后与乾隆肯定发生了巨大的矛盾 纳拉氏才会愤而断发 一介女子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 才能割舍掉自己所有的荣华富贵 在董吉严苛的封建社会做出如此决断的行为 乌拉纳拉氏虽然是乾隆的续嫌 但两人的感情十分深厚的 她的皇后册封里是清朝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最隆重的典礼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死后屈辱离去 一介皇后按照皇贵妃的礼仪下葬 画像被焚烧尽毁 史书上的记载被抹去 连带着嫡子也不受重视 真是可悲可叹 比如意和狼话都奢侈 为啥只有景色可以戴双边流苏金木窑 妇长皇后在世的时候都没有佩戴双边流苏 而景色作为狼话的女儿 凭什么佩戴极其华丽的瘦子双流苏 而且流苏下扁还坠着两颗碎子 看起来就特别的高大上 纵观扎龙的后宫 可是没有一位妃子佩戴过双边流苏的 难道是他们不喜欢吗 其实他们倒是想戴 可是按照规矩 嫔妃们是没有资格戴双流苏的 清朝的等级制度是很森严的 什么位份的嫔妃就只能用什么等级的装饰 一不小心穿错戴错的话 后果可是很严重的 在头饰方面 皇后可以佩戴奉殿奉关 流苏的长度可以垂到肩膀上 而且皇后是有资格佩戴双流苏的 至于剧中狼话为啥没戴 可能是为了凸显她低调朴素 提倡节俭的形象 同样像是牡丹花色的物品 也只有中宫的皇后娘娘才配使用 五品级以上的妃子 只能用海棠花纹的衣服饰品 毕竟皇后娘娘才是后宫嫔妃中的老大 自然是要搞点小特殊来彰显自己身份的 剧中如意穿着摇晃牡丹花纹的衣服 去给皇后请安 确实是存在僭越行为的 难怪狼话一直怀疑如意想要月祖戴袍呢 真不怪人家小心眼 而锦瑟能带双流苏不仅是因为她是皇后的女儿 是大清的嫡公主 还有一个原因是她也是正妻 纵使满宫妃品中不免有贵妃皇贵妃这些位分尊贵的女子 可是他们说到底还是妾室 所以自然是不可以佩戴双流苏的了 虽然如意传中高夕月也带过双流苏 但其实这明显是不符合历史规定的 而且锦瑟可是渣渣龙最宠爱的女儿 即使远嫁了蒙古科尔沁 也可以回娘家居住 锦瑟这次大张旗鼓的回来 为了彰显自己中宫敌初的公主身份 以免自己被后宫众人轻视 二来还想要震慑一下如意这个季后 给自己亲妈出出气 所以自然摆足了架子 把各种能凸显自己尊贵身份的衣服饰品 统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